更可怕的远程多用途反坦克导弹 这就是国产红箭石多用途光纤制导导弹 与国外其他第三代反坦克导弹的毫米波 激光等制导方式相比 红箭石的光纤制导对外不产生电磁辐射 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抗干扰能力 而且光纤信息传输速度快 发射后可实现实时视频监控 一旦出现假目标或高价值目标 控制人员可以随时调整导弹的飞行方向 在射程和威力方面 红箭石的最大射程达到了10公里 已经超出了小口径火炮 与绝大多数反坦克导弹的火力打击范围 战时可以做到先下手为强 由于红箭石的体型较大 战斗部的装药量也随之上升 威力足以击毁任何国家的主战坦克 有军事观察员推测 在命中率为80%的情况下 一个红箭石导弹连的9辆发射车 共72枚导弹 一次骑射可在5分钟内 消灭10公里开外的60至70个装甲目标 因此在有力的战术条件下 红箭石导弹堪称是装甲部队的终结者 坦克的收割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